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圆满涅槃 80岁 在一整个月来庆祝佛陀的一辈子 所以我也认为在这样殊胜的日子 我们能够跟仁波切上师大家一起聚会 一定是过去在佛陀的时代 我们都一起这样在佛陀面前聚会在一起 所以我早上提早来坐在后面 就像各位现在 我们内心很平静 这个很平静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佛性 我们的空性 找到自己一样 那什么叫我们的佛性呢 就像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这个黄色的就代表一种空性 真理的意思 也叫佛性 那这个红色的呢 就有25块布 代表我们要很慈悲地承担起 承担起所有25种众生的苦 希望让他们也能够找到佛性 所以我这一套是中国人 中国的出家人最重要的时间才穿的 得一套衣服 当然有一点像 就像一个医生 他穿一个白色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救病人 就像一个警察穿个制服 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大家的平安 所以我们希望从庄严的佛陀 来找到自己生命的目的 到底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事实上生命的目的跟意义有两个 生命的目的呢 就像这个黄色的 没有痛苦的状态 这个在佛教叫空性 涅槃极境 那生命的意义呢 就是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 包括人 包括蚂蚁 包括天上的神 所有的轮回众生 这个慈悲心 让他们也能够正得空性 解脱轮回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 仁波切 康布 慈悲 特别仁波切 把自己就像奉献给欧洲 奉献给人类 在传播佛陀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离苦 让我们也能够成佛 所以佛陀讲了 最好 他说生命之所以会痛苦 并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并不是国家给我们的 并不是世界给我们的 生命的痛苦 就是来自于自己 因为自己的一个错误的 错觉 认为有一个 我的生命 或者我的身体的存在 那才会痛苦 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就像这个花 也就像点的灯一样 它现在好漂亮 但是它是暂时存在的 这个叫变化无常 它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我 所以它叫空性 这个花 跟我们肉体的存在 它只是一个 各种原因条件组合的 一个暂时的存在 它只是一个假的存在 这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花 因为各位都知道 这个花 再过几天 它就变成泥土 变成肥料了 简单地说 就像各位在看电影 看电视 我里面很精彩 但是我们都知道 那个电影 电视的荧幕 它只是一个假的 暂时的一个现象而已 所以 就像这个时候 这么安静 太好了 各位应该经常来到佛堂 坐在这边 或走来走去 去思维 原来 整个世界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太阳 水 风 植物 食物 原来那个还是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离开太阳 没有我 离开水 也没有我 离开泥土 也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这个生命是 虽然名字不一样 但是它是合在一起的 没有分别的 所以这个花 它凋谢的时候 它不会痛苦 它不会哭 因为它要 要混 融入于世界 自然土地了 但是我们这个身体 哪一天生病了 或是要死了 我们就会 哭 放不下 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花 跟桌子 它没有一个 我我我 我不要变 但是我们有一个 想法 就希望自己 永远年轻 永远感情快乐 永远不要死 所以会痛苦 所以我们在 这个月 多念佛 多思维佛陀 佛陀为什么要来出生 因为他要来 帮助这个世界的 佛陀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 爱情 感情 权力 那个只是 暂时的 甚至是痛苦的 所以 生命一定要找到 生命的真理 不然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惩罚 伤害我们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当我们 在这边 听佛法 或是打坐的时候 不要只针对自己 那是自私 为什么 为什么佛像这么大 愿全世界 都听到佛法 愿最高的天 最低的地狱 最小的物名 动物 都可以 跟我们一起 听到佛法 看到佛陀 要这样想 特别我们 还利用电视 直播 卫星 全世界 都一起在修行 全世界都看到 我们人婆切了 所以佛教里面 有一种圣者叫 独觉 叫辟之佛 他也是一种圣者 出生在没有佛陀 佛法的时代 他是什么样的圣者 当他看到花 变化了 凋谢了 他就看到 原来我的生命 也会变化 他看到天上的云 改变了 或下雨了 原来一切都是 不断地在变化 他就了解了 原来世界真相 就是如此 就像各位现在 打坐坐在那边 哪一个才是 真正的我呢 就是你现在在 听佛法的 很平静的 很有道理的 那身体不是你 如果你坐在那边 脚好痠 我腰好痠 那你又 你又离开了 那个真理 因为你认为 身体是我 那你就会痛苦 因为这身体 本来就会老 会病 是自然的 但是真正的你 是那个 清静的 决性 看得清楚 真相的 那个 思想 当然 虽然我在讲 这个 有一点叫 叫空性 但是话又讲回来 今天我前面会摆了 两盆 这么漂亮的花 为什么会摆在我面前 因为我曾经也用 两盆很漂亮的花 去供养别人 所以这个花才会出现在 在我面前 还是要相信这个因果 百分之一百存在 当然 漂亮的花 现在存在 就像你的爱人 最爱的儿子 在你身边 它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存在 各位永远要告诉自己 它是一个战时的 它是一个因缘果报 它不是永恒的 你要这样去了解 不要执着的 所以佛陀说 自我中心 或是自私 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生命的敌人 痛苦 不是从外面给你的 是你自己的 一个执着 错误的想法 为了满足这个我 而且根本没有 我这个存在 所以我要慢慢去了解 这个 无我的一种智慧 那就是佛陀的智慧 所谓的我 是什么 有人问佛陀 你是谁啊 佛陀说 我就是世界 我就是太阳 我就是水 我就是花草树木 我就是动物 我就是鸟 为什么 因为对佛陀来讲 我的存在 不能够离开水 太阳 我的存在 不能够离开 所有的众生 因为所有的生命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才会存在 这是佛陀的思想 所以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单独的 我自己存在 我们是依靠世界 依靠众生 而存在的 所以佛教要我们 有发起两个心 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因为根本没有我的存在 我却想要凸显自己 但是所有外界的世界 或人 都是我的感恩的对象 因为没有空气 没有水 没有其他人 我生命没办法存在 就像 就像各位想到你的 爸爸妈妈一样 他生我们 养我们 所以我们对 没有爸爸妈妈 就没有我们 所以我们想到 爸爸妈妈就很感恩 那进一步呢 也希望爸爸妈妈 了解这个道理 空性无我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 对他慈悲 希望所有爸爸妈妈 都了解这个道理 他就不会痛苦了 佛陀的 告诉我们 生命的意义 就是原来 就是要去报恩 要对所有生命慈悲 希望他永远快乐 永远没有痛苦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才要成佛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要对所有众生慈悲 而发愿 要成为一个佛陀 那这个佛教叫 最圆满的心 叫菩提心 所以我们今天 要来念 三归一 那三归一 就是刚刚讲的意思 我要归一佛陀 因为佛陀 是一个觉悟者 而且圆满的菩提心 所以我要成为一个觉悟者 而且我要圆满菩提心 那既然你要圆满成佛的菩提心 那你要归法 这个法 就是释迦牟尼佛 发觉的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意义 所以生命都是因缘合合 无自信空的 虽然讲空 但是他又不离开因果 那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道理 归生 生且 我们仁波切慈悲 世界各地 要弘扬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这个就是生且 慈悲帮助众生 的生命 所以我们 了解佛法以后 就像各位 虽然我们人不多 但是各位要发起这样的心 今天我从仁波切 身上了解佛法 我一定要让 全世界的众生 都知道 都离苦得乐 所以要发起这样的心态 来归依 发菩提心的菩萨 将来自己也要去 慈悲众生 但是简单地说 归依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认识自己 而找到了自己 也希望 所有在轮回 迷失的众生 他也能够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 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 自己很痛苦 他就是因为 离开了 归佛 归法 归身 因为他又 他又归依了 他的身体了 他又归依了 他的爱情和钱了 他就开始有痛苦了 所以有一句话 当一个修行人 离开了空性 离开了慈悲心 或是离开了菩提心 他就痛苦了 他就 就像没空气一样 佛陀告诉我们一个 最好的方法 找到自己 那就是 赶快念佛 赶快诵经 赶快持咒 赶快修仪轨 但是不要去想 我身体在痛 我钱没有了 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 佛教有一个故事很好 有一个小朋友 他跟他爸爸 去外面踩木材 但是因为 城门快关掉了 他爸爸就跟小朋友说 你待在这边 爸爸用跑的 先把木材 抬回去 免得城门关了 结果 抬回去了 结果门关起来 爸爸没办法出来 那小孩子就在 晚上 一个人在 荒郊野外 那时候印度鬼很多 小孩子心里就很怕 那小朋友虽然怕 但是那时候他想说 他爸爸曾经 带他去见佛陀 那时候他心里很快乐 所以他就赶快 转念头 他就赶快 那么佛陀 那么佛陀 当他这样念的时候 旁边有很多鬼 靠过来 本来要吃他的身体 结果他念 南无佛陀 自己觉得很平静 然后那些鬼呢 听到佛陀的名字 整个身体的痛苦 都很清凉 哇那些鬼都很感谢他 所以 那些鬼听到 南无菩萨 哇他们很清凉 很快乐 所以他们就很感谢 这个小孩子 他们就去拿水果 给他吃 甚至这些鬼还变成他爸爸妈妈的样子 来保护这个小朋友到天亮 结果到天亮了 那没事了 那些鬼看到太阳都跑回去了 他爸爸才跑过来 他爸爸说 你怎么样 小朋友 没有啊 爸爸你昨天不是抱着我睡觉吗 还给我很多好东西吃吗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心情不好 你赶快念佛陀 所以念佛陀 也是念你心中的 圆满的智慧 所以 归佛法身 佛就是你的心 法 法就是找到你心的方法 用慈悲 用智慧可以找到你的心 归身 那就是我们直接去实践慈悲 去帮助众生的意思 所以 过去我们 没有归一三宝 我们认为 找到一个爱情是快乐 找到一个好工作 赚钱是快乐 所以 找到一个地位是快乐 事实上 那是痛苦 因为 你真正的快乐在你内心里面 外面的一切 是个因缘 它是个因果 它会变化的 所以 快乐也是你自己种的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的 我们要随缘 所以 佛陀 虽然涅槃 但是 他跟我们说 西方 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东方 有 有要是佛的流利世界 也有不动佛的妙喜世界 那 你只要 懂得念佛 那你将来一定会去 佛的世界 如果你现在当下 也懂得念佛 虽然你的身体还在这个世界 但是你的心里 懂得念佛 念慈悲 念空性 那你当下心里也非常平静快乐 不管你现在身体得癌症 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一直想说 他好痛 他好痛 怎么办 你就苦上又加苦 这个时候 如果是一个禅修者 修行者 他要念的是佛 法身 念的是 欧玛尼佩面乎 那是 听上师的教言 来听闻佛法 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超越痛苦 佛教不是说没痛苦 是你的心 如果有经常念习 然后你就可以超越身体 乃至外界的痛苦 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痛苦 因为我们执着了 执着就是我要抓住这个人 我要抓住这个钱 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你从外去得到快乐 那你就会痛苦 佛说叫我们 找到自己 不执着 接受一切 对外只有慈悲 我想要帮助他们 而不是想要改变他们 我做一个 我自己的例子 我前几天 我从日本回来 到台湾 又到欧洲来 我这个手 每天都在痛 平常晚上不会痛 一发挥就开始痛 会跑 我就觉得很难受 因为手都拿不起来 然后当然用了各种方法 血排位 吃药 东贴西贴 什么都贴了 反正就是没用 当然 医生会跟我说 因为他受伤了 拿麦克风太久 怎么样 那最后怎么好的呢 就在前天 我们在汉诺威 庆祝佛陀生日 那时候我就 按照这个做法 既然庆祝佛陀的生日 我就要发愿成佛 我把我整个生命 供养佛陀 学习佛陀的做法 所以 甚至 就像我们修密称 我的身体就是佛的身体 我的心就是佛陀的心 就算他有鬼 有冤情在主 他碰到佛陀的身体 他就超度了 但如果他碰到我的身体 不行了 他就要让我痛 所以我就学会了 当我一想到 身体是我的 我又开始痛 我就赶快换个念头 我是佛陀 我用佛陀的心 希望他们也成佛 他就不痛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以后记住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你一想到我自私 你就开始痛 你一想到 我是佛陀 对方也是佛陀 事情就不会痛 所以 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 当你身体生病的时候 那你不要想我在生病 你想你会更痛苦 你可以换着念头 我这个生病 是众生的病 所有众生的病 希望 它都在我身上 不是我在病 所以我为他们念佛 念奥玛尼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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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 希望药师佛转化我的身体 成为一个药师佛的身体来利益众生 那你会发觉 你就可以超越痛苦 甚至一点病就没有了 就像弥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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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開始觀想你變成佛 這個很重要 接受 空性就是絕對接受對方 而且慈悲讓對方成為佛 結果那個鬼就不見了 就像我很喜歡做閹共 布施給鬼道 但是以前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會怕鬼 我雖然想要對你好 但是我很怕看到你 認為他是個鬼 但是後來我看書 李華森大師說 如果你知道有一個鬼存在 那你就請那個鬼嘴巴打開 然後呢我都給你吃 我把我生命都給你 然後那個鬼就超度了 也就是說你不要排斥他 接受他 你對他慈悲他就變佛了 被罵 憲布仁波切講一句話 故事非常好 他說有一個殺豬的人 他沒辦法 他為了生活天天殺豬 但是他也有在念 那有一天 那有一天 他為了追一隻豬 結果掉在懸崖 掉下去了 整個掉下去 當他掉下去的時候 他沒有叫 他想說 唉 我殺豬 所以我下去 掉下去是我的因果 這是我很慚愧 所以 願我將來 都 不要殺豬了 突然他就飛起來了 他變成會飛了 哇這個事情 傳出去 對面有豬一個 一瘸是 天蟹在裡面 閉關 閉了幾十年 這個殺豬的人這樣 聽說這樣 跳下去都可以飛起來 那我修行二十年 那我跳下去 也一定飛得比他還高 結果他就 跳下去就摔死了 因為 殺豬的人 是用慚愧心 接受 來念佛 他是用一種 驕傲心 來跳 所以他摔死了 那修行跟你 修多久沒關係 是你的念頭 那中國佛教也有一個 放下屠刀 立地 成佛的故事 他說有一個 小和尚 很小就出家 他的老師父說 出家不能殺害小動物 不要殺生猴 但是小和尚很喜歡玩青蛙 他覺得很可愛 他就抓青蛙來玩 他也不要殺他 結果有一天 他玩青蛙 玩一玩 青蛙在他床上 在他椅子上 他沒看見 坐下去 把青蛙壓死了 壓死以後 他就跑去跟他說 師父啊 我慚愧 我壓死青蛙了 師父說 你完蛋了 你要下地獄了 你殺生 那小和尚就哭 我出家 我要下地獄怎麼辦 老和尚說 沒辦法 你要去跳癌自殺 懺悔業障 這樣你才不會下地獄 因為老和尚給他考試 看他有沒有決心 不殺生 結果小和尚就跑到懸崖一直哭 爸爸媽媽 他就拜啊 對不起啊 我出家都還沒有成就 我現在就要死了 因為我殺死青蛙 我不跳下去 我將來會下地獄 所以他哭一哭 準備跳了 剛好有個殺豬的經過 看小和尚拉著他 你不要跳 你不要跳 然後那個小和尚說 你不要拉我 我不跳我會下地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牙死一隻青蛙 我牙死一隻青蛙 我不跳下去 我一定會下地獄 結果這殺豬一聽 那還得了 我每天殺幾十頭豬啊 那我不知道下地獄幾百遍嗎 小和尚 你不要跳 我替你跳 這樣 他就懷著慘愧心 蹦 跳下去了 結果一跳下去 老和尚早就在下面 用蓮花 把它載上來 哇 真正的慘愧心 成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 這個很簡單的故事 所以 只要我們碰到痛苦 我們有慘愧心 相信佛法 一定可以解脫改變 但是各位聽我這樣講 我這個手 並不是完全不痛 它偶爾會痛幾秒鐘 但是我就會記得 左手等於右手 所以它就不會痛 因為左手是眾生 很苦 右手是佛 所以 希望 以佛的手 轉化他們的痛苦 那你要 修行就是 時時刻刻 拉回正確的念頭 但是各位永遠 記住一句話 不要抱怨 抱怨就是 不接受因果 怪罪別人 怪罪別人 你會更痛苦 所以我發覺很多菩薩 很喜歡去幫助窮人 去放生 這個是很好的方法 因為當你去幫助窮人 去放生 去慈悲的時候 慈悲就是佛 因為那個時候 你完全想的是 對方 對方 想要幫助他 你就很容易 超越自己的痛苦 就像各位在打坐 像我的腿